先论法王家二人轻轻我我 丝毫无息报仇之事 乃用激将法激杨过 由一届杨过小龙女 除去郭靖黄龙心头之患 这时忽必烈带兵突然出现 重归帐内 忽必烈直言由于郭靖存在 蒙古大军为襄阳城 久攻不下 若是能除去死人 便是蒙古第一勇士 杨过文言乃顺水推舟 毛遂自剑刺杀郭靖 忽必烈大喜赞赏几分 郭靖毕竟武功中原第一 杨过虽然无勇 却是独目难知 又派去众高手与之相助 半夜杨过趁天黑入城 郭靖见到杨过十分开心 众皆对杨过热情嘘寒问暖 可杨过却满是堂嗣 二人上城墙前去查看军情 这一番话诚挚恳气 杨过只听得悚然动容 待到深夜 二人同他入睡 杨过却偷偷醒来 贴肉之处取出绝心骨的匕首 将匕首间对准了郭靖胸口 忘了熟睡的郭靖 脸色慈喝 异定神仙 郭靖对己的种种爱护之情 猛地里涌上心来 乃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郭靖虽杀了自己亲生父亲 却对自己如此寄予厚望 对自己也如同是亲生儿子一样 但要狠心落刺之时 却迟迟下不了手 这时郭靖突然辗转反侧 杨过赶紧藏刀作罢 第二天 杨过趁着与郭靖寻称之戏 再次询问杨康死因 一探虚实 郭靖担心杨过承受不住 始终不愿全旁告知 杨过见其推三阻四 更加坚定了其乃杀父真凶 黄荣拉郭靖来后院 发现了杨过这次回来不对 隐约觉得杨过有侧眼之心 杨过这时正好出来撞见二人 躲在阁内偷偷听见 一字一句 犹如刀刃扎到心底 乃坚定了杨过今晚替父报仇 杨过睡在床上汗珠直流 突然举起匕首 不料这时 郭靖却突然醒了过来 郭靖替杨过疗伤彻夜 杨过一时哑然 手足无措 为了郭靖竟以得报约 反而救助自己 不惜大号功力 不经感动 这时有人来报 大批难民在城外堆积 襄阳城外大哭小叫乱成一团 郭靖连忙去查看情况 吕大帅之蒙古大军围困襄阳 这大批难民定是奸计 只待襄阳城门大开 蒙古大军就会杀来 长续直入 可郭靖不愿放弃这数千百姓 只意打开城门 众百姓扶老邪幼 勇勿重来 勘勘江江湾 突然远处沉头大喜 蒙古大军突然漫天出现 喊杀连天 城内城外乱成一团 杨过信中 也是助班念头 互相交战 却见郭靖未救难民 率员出门冲入蒙古军队 一时盼望郭靖 就此羡慕在乱军之中 杨过一时羞愧难当 见郭靖长矛起初 接连七八名蒙古将官倒地 死伤无数惨叫连天 蒙古兵将一时不敢逼近 这时难民已经全部入城 郭靖突然使出降龙十八掌 有点惊光闪过 一派蒙古兵纷纷向后倒去 城内中趁机放下绳索 欲拉郭靖上来脱身 此乃绝好机会杀了心腹大患 金轮法王张弓搭剑 眼看郭靖爬到半城妖精 剑与袭来 城所应声而断 郭靖只觉身子一沉 便开始急速下降 帮忙取来怀剑匕首插在墙上 眼见匕首断而即下坠 杨过果神飞行越来 一连踢倒一排蒙古将士 顺势将郭靖一揽 往城墙上飞去 这时金轮法王又一剑袭来 半空中双剑相交 将法王来剑 披为两极 郭靖这一剑精湛内力 弓箭之际天下无双 忽必烈险心命丧 大刀落地 军心溃散 乃赶紧下令退军 襄阳城转危为安 郭靖感谢杨过的救命之恩 郭父也在一旁不停夸赞 为黄荣界杨过神情恍惚 如此一副古怪神器 虽杨过力相救郭靖 乃万目共睹 自始更无可疑 但终究凭借第六感 而放心不下 得知郭靖为救杨过走火入魔 自己的元气大伤 不然登城之际 定不可能被阻 恐是杨过有意 好敬哥哥元气 却不知杨过竟是陷入纠结 郭靖纵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可为人正气凛然 日月可见 杨过历历在目 左右为难 这夜杨过与姑姑正月下三步 无意间听到郭夫和小五的对话 二人皆向郭夫 打露自己爱慕之意 可郭夫却直言二兄弟 行使唯唯诺诺 毫无作为 为了二人未证明自己 竟不自量力 欲行死忽必烈 正是千里送人头 二人刚入文古大战 埋伏已久的霍都 将之生擒 五三通二子下落不明 心机如焚 正当重担心之际 霍都突然在城门前求见郭靖 送来了大五小五 两人配件 表面似乎只是请郭靖过去谈谈 但其意显示以武士兄弟为之 要等郭靖到来 方能放人 郭靖一时犹豫手足无措 深知这场鸿门宴 非去不和 不然必定士气大减 杨过这时主动请应 要姑姑和自己陪郭靖前聚 但是黄龙并不答应 执意留下小龙羽 于襄阳城中 免遭这次涉嫌 杨过暗死惊叹 荒龙老辣过人 这是要留小龙羽在此为之 却也是便无可憋 林行要姑姑 四季全身而退 一日蒙古大营之内 忽必烈见郭靖紧 带杨过前来 惊之胆识过人 二人表面刻刻气气 暗地里却都心知肚明 忽必烈要郭靖前来 就是要起以自己之身 换回大五小五二徒之性命 郭靖也是按照下手办事情 吩咐大五小五 先回襄阳势手成门 忽必烈设下酒肉款待 郭靖赶少年时 与拖雷情深意重 见到忽必烈不免几分伤感 忽必烈借此话机 直言南朝皇帝昏庸无道 南朝百姓身陷水生火热之中 要郭靖归降蒙古 顺应天秘 匡扶真正的大义 郭靖文言拍案大弄 这堂堂郭靖一身正气凛然 又怎会做出 这背叛国家之势 说着便要离开酒院 忽必烈似乎早已料到劝香无果 但却使个眼色不加阻拦 这倒嘴的鸭子不翼而飞 蒙古中高手冒向王爷 皆相顾恶然 若是其中牵涉到 各位和郭靖之间的私人恩怨 你们要找郭靖报仇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 蒙古高手瞬间心领成会 而此时 郭靖和杨过行至密敌 还未离开蒙古范围 杨过偷偷行至郭靖后面 取出匕首 正欲戳杀郭靖 呼声裹挟金伦袭来 将杨过匕首打落 郭靖立刻上前以一敌武 只要杨过先行脱身 这时 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 内力之后掌域灵异 与金伦法王正面相撞 杨过却假装战马光左 实则留下静观其变 金伦法王的武功 与郭靖本在伯仲之间 飞到千招之外 难分胜败 再加上肖香子和尼摩星 两个一流好手相助 法王本来不难取胜 可蒙古众人却各怀鬼胎 皆想抢了郭靖人头 得着蒙古第一勇士之名 数次门口取了郭靖性命 却又暗地挡了队友致命招罚 郭靖徐得见习正要脱身 杨过见状赶紧假意中掌 向郭靖倒去 情急之下 郭靖以断数挡住五人 趁机背着杨过脱身 郭靖情急完全没有考虑 下意识以全盘脱出 未料杨过这时再次取出匕首 对准他后紧 便插了下去 我看你往哪跑 正等危机时刻 郭靖指不就杨过脱身 一一敌武 这盲骨鼓高手 这时也放开了手脚 郭靖方才嫌杨过奔走 内力已所剩无几 法王却趁虚而入 掌力击摧 郭靖气门引破 再也抵挡不住 只觉一股大力 排山倒海般压制 身子连晃 喷出一口鲜血 杨过眼见他拼命救护自己 胸口热血上游 却被金轮法王一腿牵住 一腿接连树皮 口渡鲜血 倒地不知 郭靖与杨过眼见无信 一个年老脖子 冲出一火车 右手舞动铁锤 冲杀进来 杨过百忙中一撇 竟是桃花倒地子 铁匠冯沐峰 杨过趁此间隙 偷偷鞋昏迷的郭靖脱身 冯沐峰以一敌武 却只是数鱼回合 便惨死于法王戒论之下 杨过恍惚之间 却也是体力不支 两眼一黑 醒来之时 却是在襄阳城内 黄龙感谢杨过舍命相救 杨过终究是下不了手 却又担心 换不到学心谷解药 自己和姑姑 就要阴阳相隔 不禁惆怅 姑姑永远都明白自己心意 杨过瞬间豁然开朗 只求和姑姑快活余下时光 便向郭靖和黄龙辞行 郭靖夫妇自是万分挽留 知杨过有难言之隐 却也作罢 正好此时 霍都突然求见 黄龙决定出去应付 知霍都假意传信 问候郭靖 实欲探究伤势情况 哪以拼风必知 霍都正欲硬闯拼风 黄龙已毒茶颇枝 已避其木 知中了子午见骨茶 即将全身溃烂而死 霍都大惊失色 跪地求解药 黄龙乃丢出卖力素 将他撵出 此信竟是金轮法王下来战术 郭靖眼见大敌当前 束手无策 黄龙请小龙女帮忙 杨国毫不犹豫 答应抗敌 黄龙借机将小龙女带于一旁 龙姑娘 这次你跟孤儿回来 是想杀我们夫妇两人 是不是 小龙女文言大惊失色 说到黄龙心如明镜 早已看穿杨国和小龙女 来到襄阳 正是为报杀父之仇 事已至此 小龙女婉言如实已达 眼光渐渐泪光流转 将决心谷中 情花毒精力告知 如今 杨国虽只剩下几天寿命 却是放弃了报杀父之仇 此舍己为人 内心感动不已 龙姑娘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过儿 过两天 我就要临盆了 等我生下孩子之后 我就把我的人头交给你 你拿着我的人头 去找求千尺 换那半颗绝情蛋 小龙女听闻万分震惊 却也是十分犹豫 这时见郭夫交集跑来 只好大意 韩清默默离开 原来是大悟小五 未争郭夫 竟在襄阳城脉决斗 黄龙身怀六甲 大怒不已 可大敌当前 郭敬未遇 却也是没有心思 再顾二人胡闹了 正与郭敬商人对策之时 胡抱金伦法王 在府门到访 郭敬黄龙 皆有心无力应付 杨国甚至自己使命来临 拔出君子剑 抢到门口 这时 法王还未知杨国已经反目 杨国故弄玄虚 二人笑谈剑 吃得一响 君子剑嗜邪进风 向他左泪刺去 金伦法王必无可避 左手鲜血直流 杨国阶级右手一炸 弯起来心理战 直言 金伦法王已身重剧毒 法王顿时大惊不知虚实 鼓起金伦 与杨国站在一起 刚交换两三个回合 未料府内却突然硝烟似齐 竟是吊虎离山之际 杨国欲入府内 却不得摆脱法王 蒙古重将士 与丐帮正宝 兵兵胖胖 厮杀在一起 众高手只为称郭敬伤势未遇 冲入内院取来郭敬性命 眼见盖帮助长老不敌之时 却见小龙女手舞长剑 自闭接连打倒数人 这时郭敬躲在屋内 正愁出间 黄龙突然间腹中一阵剧痛 不由得哀咬一声 这小鬼头偏偏在这个档口要出声 千军一发之际 杨国甚至法王此行 只在郭敬突然心生一气 取来一盟武兵尸体 裹上黑布背在身上假扮郭敬 故意大喊大叫 金伦法王果然中计 人群之中只顾追杨国而去 烧香子 尼摩星 达尔巴 霍东 四人剑也都抛下对手随后赶去 却不知真正的郭敬正在后屋内 呼听得乌相 哇哇几声 传出婴儿啼哭之声 郭敬大喜也多了个妹妹 取名郭香 危机尚未化解 也顾不得庆重 郭敬慌望剑将墙帽中的郭香 无意交给小龙女保护先兴 后脚正欲扶起黄龙离开 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而杨国正背着假的郭敬逃亡 将金伦法王党隐至交外 蒙古中高手围住杨国 目标正是郭敬这颗人头 郭敬给你们吧 杨国将丢出假郭敬后 借机脱身 中高手还在为郭敬人头自相残杀 慌乱间假郭敬真容暴露 乃之中计 这段折腾时日 黄蓉又顺利采下另一子 这时金伦法王追上杨国 知自己中计大怒又杀杨国 金伦呼呼只许杨国而去 杨国一朵失了动机 坠地瞬间烟雾中白影晃动 一个少女窜了出来将之救下 姑姑裹鞋锅香到了 二人使出玉女苏心剑法 金伦法王玉轮顿地而发 杨国和姑姑见这道古怪 指责接连后退 忽然在大金伦进来隆东升纹 四下飞来 诡计难寻 法王五轮运转如飞 但见两人剑气纵横 结成一道光芒 五轮合起来的威力虽强 却攻不进剑光之中 小龙女平民私手套 将五轮尽数收下 破了这五轮大转 金伦法王一时怒不敢言 原来小龙女欲以锅香换解药 这样既可救了过耳 又不用黄龙牺牲 杨国听闻大惊 正欲辩解 金伦法王文言丢出金伦 玉轮只取锅香而来 为了这时李莫愁正好经过此地 发现杨国和小龙女缠斗 杨国当时一剑次来 却是被法王躲过顺时一脚 杨国暴力的婴儿脱手腾空 法王顺时跃起 将锅香抢去 杨国与小龙女齐声惊叫 君子淑女双剑齐出 法王唯有丢开锅香 我金伦抵挡 为了李莫愁趁机将锅香夺去 以为是杨国与小龙女之孽种 杨国一行人紧追李莫愁 李莫愁听得敌伦来之灵力 不敢置之不理 值得转身挥动扶身 见法王及时杀招 竟直接以锅香迎刃相比 法王为之一惊赶紧收论 这样婴儿非但不是雷阵 反成为一面威力极大的盾牌 当时李莫愁拿锅香导刃 杨国突然侧向撑出 冒死将锅香夺了去 金伦法王乃转身轮取杨国 趁着他抱持卫稳之际 金伦呼呼飞出 回旋连击 又接数招打飞锅香一举揍弓 李莫愁又做出渔翁之力抢了去 婴儿就不断在三人手中轮转 而小龙女追凑了方向 途中遇到鲁游角寻锅香而来 消息带到黄荣这里 众人心里皆十分焦急 黄荣心里只思考半刻 皇男小龙女要以锅香 送到绝星谷去换解药 一时间大惊失色 而李莫愁携锅香逃至断崖 赫然崖边显露一山洞 杨国难与李莫愁躲入洞内 二人决定先避法王为上 金伦法王寄予李莫愁冰破银针 不敢贸然炒入洞口 乃放火烧洞 洞内瞬间烟熏火了 杨国新生一计 借来李莫愁两只冰破银针 将至针尾向下 将银针插入洞口土中 只代引金伦法王入洞而来 乃故意大喊洞内别有出口 可这时婴儿却一直踢空 李莫愁唯以手指 已知隐气 不禁母性爆发 心爱几分 金伦法王为婴儿踢哭剑指 不由心慌 当即剥开柴草 抢梦洞去 忽然大叫一声 纵月时也扶置战力不稳 乃赶紧取下冰破银针 运功逼毒 说蒙古第一勇士之位 乃故意引他入洞内中击 果然也中了兵破银针 尼摩星大怒法王竟射气害己 怒气薄发不可遏制 欲与金伦法王同归于尽 二人缠斗之间 杨国和李莫愁乃趁此间隙逃去 今天算你们两个命大 你们两个慢慢吧 说到金伦法王为尼摩星纠缠 眼见杨国眼皮底下逃走 怒不可遏 一脚将尼摩星踢下悬崖 而杨国一心想要回国乡 只眼巴巴跟着李莫愁 李莫愁伺机要挟 要娶来玉女心惊 换回孩子 这时 郭湘饿得嚎啕大哭 师伯 不管怎么说 先为他喝奶吧 不然他就 让我便宜孝心 我不是叫你喂奶给他喝 我叫你想办法吗 哪知李莫愁也是急性子 竟只闯入百姓家中 张开就要人家喂奶 自然是无果 这时一到夜里 二人寻至较外 郭湘喂尽一滴奶水 饿得大哭不止 呼闻草丛旁碰到一只母猫 情急之下 竟以抱奶为之 郭湘吃饱后变得乖巧 李莫愁初见出生孩童 不由母性泛滥 心里掩不住的喜爱 三人乃在破屋内过夜 杨过寻生出门一看 竟见五三通正准备自杀 杨过赶紧向前拦住 情急之下 点了他穴道 原来 大五小五要决一死战 五三通溃于二子手足相残 杨过决心阻止二人 这时小龙女路过 见大五小五已经斗了数百回合 忽然杨过从草丛钻了出来 二人以斗的面红耳赤 乃使渣 甲与郭父已成眷属 欲让两兄弟死了这条心 好尽快结束这场手足之争 郭伯伯呢 他早就已经把福妹许配给我了 你们两个竟然还在这里拼死拼活 争夺我为过门的妻子 此言一出 小龙女暗中听得一字一句 犹如万人戳得心碎了一地 夹着泪水黯然离开 此心结一解开 两兄弟顿时相顾示然 却又是嫉妒心作祟 欲与杨过鄙视 杨过只消用出招 使出打狗棒法之棒子绝 就将大五小五联手 收拾得服服推扁的 见两兄弟依旧不服 君子剑出 韩国挥动 又使出黄耀石预消剑法 谈取兴攻 树盖瞬间戳出一个窟窿 两兄弟瞬间下得说不出话 这两个青铜才恍然 根本不是杨过对手 五三铜趁机出现推博助拦 二人乃决心抛开儿女情长 从此齐心追求事业 杀了李末愁 为母报仇 说曹操曹操道 李末愁杀监杀盗 仅两招就将两兄弟打倒 五三铜始终一扬指 九出真气 直叫李末愁翻身躲之 五三铜毕竟年纪大了 出招缓慢的许多 被李末愁抓住一个戒气 一只兵过银针出 直出尽五三铜火急 李末愁得手杀监消失不见 而重兵过银针者 针内剧毒若是不及时吸出 不久就要一命呜呼 可若是逼毒吸血之人 也会中毒而亡 此行此景指引痛苦记忆 五三铜妻子就是为自己吸毒血而死 杨国自知十日不多 横述都是死 净替五三铜吸去了鲜血 大五小五一时感动不已 处处毒枝 眼前一黑 灯湿晕倒在地 这时郭靖黄龙还在为郭襄担心 忽见小龙女神态失落飘来 所谓向郭靖黄龙此行 这时全人叫赵志敬引着平来道 和小龙女只打个照面 气氛瞬间压抑不少 原来二人乃是带全真教 支援襄阳 郭靖宇之寒暄之际 郭夫跑来后院追着小龙女 执意要问出妹妹郭襄下落 小龙女看着这位 与孤儿门当户对之人 却只是意味深藏道 郭姑娘 孤儿她心底善良 一生孤苦 你以后 要好好的对她 郭夫听了却是满脸问号 小龙女眼眶泪水打转 将孙女见宇之 这时郭靖引着平屋内喧闹 男与郭夫浮在窗边偷听 赵至今虽身在人家屋檐下 却是口不遮挡 嘲笑尹之平对小龙女色迷心窍 不由吐出当初风流一夜 气得尹之平拔箭向下 屋外小龙女文言如五雷轰顶 压抑不住通缉屋内 你说 她说的话 全都是假的 总之那个不是你 尹之平念下口水 被这么一问 尴尬的想满地拉屎 我对不起你 那满地的确是我 小龙女身子忍不住颤抖 尹之平取出宝剑 让小龙女杀了自己 以此来为自己所为赎罪 小龙女接过线来 见到猴前 却还是下不去手 忽然气得一口鲜血吐出 见小龙女为狠下杀意 赵至今赶紧带隐之平离开 小龙女也不追 心里已是万念俱灰 这时五三通带着杨国回来 已经中了冰破银针之毒 如今已经命悬一线 郭靖也伤势未愈 黄罗更是刚分娩不久 仲只能干朝及一筹莫斩 就当这时 朱姿柳带天珠大师来到 实在是雪中送炭 以针灸之术 替其逼毒枕之 杨国命不该绝 这天珠大师说话虽慢 解毒速度 甚是快乐惊人 却道出杨国身上之毒乃是自解 冰破银针之毒 以毒攻毒 竟还延缓了情花之毒 天珠大师改杨国大人大义 乃学定亲自往绝心谷取情花 研制出破解之解药 而尹之平劫后余生 正准备渡江而去 小龙女突然冷冷降临江岸 和尹之平动机首来 逃至密林 正欲逃走 小龙女却又如阴魂不散出现 既不与二人动手 也不说话 二人不知所云只顾直走 而这时在向阳城内 大武小武决心离开 对郭夫更是一改之谦爱慕作法 心中已经放下儿女情长 抛下郭夫离开的巨大转折 另一向被捧在手心的公主 罕见遭受冷落 提起出女剑就去找杨国 责问诋毁自己之事 二人一个桀骜不逊 一个却是公主命满机 争执愈来愈烈 郭夫盛怒之下 竟将小龙女轻语之事托出 他表面上一本正经 其实行为不简 我还知道他跟全民叫的道士 偷偷摸摸的 来往 杨国文言清花毒发作 又怒不可遏 可郭夫还得寸进尺 直指引志平和小龙女 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话一未落 杨国一掌重重打在他脸上 郭夫从小到大 第一次被赏耳光 顿时也怒不可遏 拔出出女剑 直取杨国 冲昏头脑 清花毒发作 两眼蒙龙剑 郭夫一剑次来 已是必无可避 下一期一挡 见杨国痛到面目猙獰 一时手足无措 下得夺门而出 待到郭靖黄冲赶到之时 屋内却只留下斑驳血迹 乃赶紧派人四下找杨国 未料杨国竟忍着巨大痛苦 硬是带着自己断手逃离 事实庞托大雨 电闪雷临 杨国终究是平重难远 脾力不支 滚下丁堵 郭靖这位福尔大错 杨国轨迹多端 也许他故意躲起来 让我们大家着急的 听得郭靖拍案大怒 要杀了自己不孝女 众人赶忙拦住奶爸